今天來做一個... 捷頭 甜豆 滑肉 加個蚵仔 就當作三次台灣的炒甜蚵吧 就以為它煮熟 放一杯 撒到進去 倒進去 先放一間 這樣就放入這碗 要倒進去 放入泥 基本上我买的五花肉都会请猪肉摊商帮我把那个皮拿掉 因为我比较不习惯切皮 所以你们可能看我的那个切人做什么 好像一扫的东西切就扫了鱼再让它把鱼拿掉 可是如果我去做炖的料理的话 就是那个比如说鱼啊那个鱼啊肉块啊干嘛 我就会把鱼留一个 因为那个真的鱼得好的话 那个那个皮总化出胶子其实蛮好轻的 这样呢你要把做好切到炸炸 还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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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的油腥味 跟羊肉的羊烧味 牛肉的味道 这样子不一样 这个鱼有个腥味 它跟羊不一样 羊肉没有什么油 它没有什么油啊 可是你还是可以闻得到那个肉的味道 它是肉的品味 但是猪肉基本上 我们闻到的绝大豆腐就是 猪的那个油腥味 那个油皮的腥味 所以你只要把它煎得很够 然后抢 油有出来 那个味道就可以丢了 你看这个油 牛糕啊 这为什么人家做豆腐和火花肉 因为它的油质有让你最好的 来 先给它盖起来 先给它盖起来 闻一下 闻整过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我已经用隔水跟蒸过了 所以它是熟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下碗豆腐 因为鸟就是熟的了 蒸熟了 然后呢 整个加火龙草 那是 鸡蛋的 然后呢 拿牌子的 所以鸡蛋是蒸的 所以要 这样子呢 中间一下 要是 碎ração 鸡蛋的香味 一点点出来了 好了,锅味道了 到姜去了 接下来我们的猩猴再上去 把它在上面 然后呢 猩猩也不要下锅 我们来拌一拌 把它拌了 把它拌一下 很多人会觉得它拌一拌吗 我不晓得你们吃多重的鲜 我们是吃的很淡 比较淡的鲜 而且我讲过很多的东西 像肉类的东西 猪肉它本身也有鲜 你重是不下眼它都有鲜 一点点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下了眼镜 去提醒 提供它的那个 香味而起 让它们肉变得更香 而不是为了让它变得很咸 变得很咸 真的不要吃太咸 太咸太甜太油 这是现在耳末封 这是现在耳朵的毛病 就是现在耳朵的毛病 在这边跟各位教一种洗蚵仔的小蜜蜜 我被他整的很多只喔 一直都洗不好 弄了很多水 因为我这个蚵仔是海边 我自己捡回来很多的 那当然会含砂量会比较高 然后洗很多次喔 要把它洗干净 然后洗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 后来我再次都没发现了 直接用那个 那个比较强力的喷水枪 外面有一个喷水枪 比较强力的 我就把它拿来用喷水 火不其然 真的 这样喷完的蚵仔 你在洗的时候 用的水比较少而且 所以洗得干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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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接着 这道菜就到这边